我们现在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刚举行了闭幕会 至此中国政治生活中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式落幕 是啊 我们中国台湾网全国两会报道团队 也即将结束本次两会的报道工作 现场的记者也都在合影里面表达不舍之心 那么回顾这次两会的采访报道工作 你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呢 其实呢 我觉得这次两会有温度 一 是代表委员面对记者的围堵提问时 都表现得非常有耐心 认真回答记者的提问 第二个呢 是扣勤保障有温度 比如在两会新闻中心准备了茶碟 让记者在紧张忙碌之余呢 可以歇歇脚喝口水补充的能量 非常有温暖 那么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次两会不仅有温度还有热度 一 是这次两会是疫情之后首次恢复记者线下采访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有三千多名记者报名采访两会 中外记者报名数量较近几年有明显增长 二 是今年两会热点频频登上热搜 从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到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 可见民众对这场决定未来国家发展前景的重要会议的关心 那么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 能够参与其中 我们感到非常中兴 让我们在这个和煦的春风里 凝聚力量与信心 向后未来 扬帆启航吧